一棵大树就这样倒在路中间 因为卡努台风带来的强风 导致北部地区多处都出现路数倒塌的情况 三号晚间在台北市承德路四段 一棵大树从根部断裂 往大马路的方向倒下 因为树木相当高大 更占据了两线车道 而警方在现场已经拉上封锁线 并放置三角锥 避免酿成交通意外 而另一边有警消大 大队夜间在路边巨树 位于台北市新北投地区 大概晚间九点钟左右 就有路数疑似是因为 强风吹拂过后倒塌 可以看到这棵树块头真的不少 多名警消人员货报前来 协助排除情况 以电锯把大树干锯断之后 再从路边移开 不过路数倒塌的时候 就停在路旁的机车被砸中 也让一名女车主直呼好倒霉